如何鉴别绿茶 泡开了吗 没有 这个泡开了吧 泡开了 什么道理 就是你不热情 他绿茶是泡不开的 你知道为啥形容这类女孩叫绿茶而不是红茶吗 为啥呀 因为这类人吧 就好比绿茶一样 苦中带甜 品后悔感 给人提供情绪价值 痛评快乐 那我怎么感觉你在夸张绿茶呀 我还没说完呢 你如果在温饱的时候 你喝它就觉得又好喝 烦旧解密 但是你一旦饥饿的时候 你喝它 就会让你胃疼 难受 啥意思 这就好比是啥呢 你一直有钱 行 但凡是你要是拉一片鸡婚破茶了的时候 它会光速的离开你 让你体验什么叫做乌鲁片风 连夜雨 那你说了那么多 那我们男人怎么就没绿茶呀 就昨天那女的 把她弄在河里边 全省的人基本都能喝上绿茶 那你说谁是谁就是呗 不是我说谁是谁就是 是你未来的媳妇说谁是 那基本上就是了 那么主观的吗 女人最了解女人 你要相信她烦恼的人 那指令就是 那为什么那么不好 那为什么那么多男孩子喜欢绿茶呢 因为渴 因为他们真是渴了 有没有人跟你们男生说过 就你们车里头就是有味 哎我就一上车啊 妈我好像最随备的味 就因为闹不灯的味 妈我好像要你给我夹卡去 揉你了 我老的网约车就 你车那味了 哎我就本身我不运车啊 就有一股那个老人味是什么 你知道吗 那你体臭 那家脚臭 在家人车本身还只来着皮革味 汽油味 然后暖风 直接晕晕车 buff拉满了 哎就真的 就这种味 一般人都挑不出来 我都不知道咋行吗 嗯 那那那我明天惊喜一下吧 对 好好给你的车杀着菌吧 哎妈前两天说 给你接着个对象 是不是吃饭起来好好的 把你送人家回去 就火了 别说了啊 一针进血 我是一针进血 我没擦你大肚脉肉 自己都知道 给自己买上个袜子 我啥也没有 这就是给你买的 圣诞节不得买袜子 装礼物嘛 要不圣诞老人 不都把礼物放袜子里嘛 这就是给你买来 用来装礼物的 给你倒是装 装完了 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带来是什么 那起码得长得漂亮啊 我吧是个严控 但如果像你这么一般的啊 要是能够温柔体贴 婚后还能辞职大家当全是太太的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你出生那时候 没做大牌鸡吧 那要不怎么满嘴 去牙筋捞皮皮尔的个人呢 你看你 你这脾气你还生气了 我这要求高啊 不高 你的要求比你个都高 那咋跟你在一起过日子 好班也不能上 不是不是 不让你上班不是好事吗 这多少女人梦寐一求的事啊 在家管管家庭 还掌握经济大权的 不好啊 一个月 啊 那个五千一斤 税后六千五了 那就找个情急大权了 那不免费的账房先生吗 有道理 你看你攻击性有点大了吧 我这也没素质 啊 就因为我刚才说你不漂亮是吧 那我说回那句话 但其实吧 你也不是不漂亮啊 你就是有点胖 脸胖 我我97斤 我还胖啊 多少斤没关系啊 那有的97斤还是低灶杯呢 那钱多后翘的 像你吧 97斤都在脸上有啥用啊 97斤低灶杯 那是张俩脂肪瘤吧 你说你个儿都长得像牌08肉似的 你咋好意思在这儿挑肥剪瘤的呢 刚才一天我还说的 你1米6吧 看着不像啊 是不是谎爆了 我想说了 狗眼看怎不低啊 你怎么一米半半的 你怎么好意思在这儿挑肥剪瘤的呢 我收回刚才那句话 你不是出生那种美国大白鸡 你是属于是情商当期待给掐了 你骗了 你帮你把牙型上行 没怎么这么温宜 今天没断吧 说个事啊 你们一有那个哈尔滨 出哈尔滨那个视频 你们就在下边爱着我 你看眼见的黑龙江那脖子 我都为自己家乡宣传了 你干啥呢 我干啥呢 去年我就宣传了 我就发了 你们也没去啊 你宣传走了 我宣传走了是啥 我属于是预判了哈 但是我跟你说 今年去就对了 今年去咋也没有呢 待遇 就是啥腹脑出田的了 东西都刺身了 这也就不说啥了 听说那东北虎 都变成金剑词了 胡三太太都处这街客来了 辽宁连夜 调了一批缩岛阿姨 赶赴哈尔滨 完成那个南京北调工程 你知道我这个独在一乡 唯一刻的黑龙江人 真的我这厚金养都只刺脑啊 你还能说大贵人的班农工吗 不略啥的我就 咱就不出了 为啥呢 因为你们在网上已经做足工业了 但是我教你们一个省钱 的妙子 这肯定别的博主没讲过你 鸭儿教你一句话 叫做脸皮后能吃肉 啥意思呢 黑龙江除了冰雪之外 还有啥就美食 哎 你别怕不要脸 你走大街 两人家人 你看着啥玩意了 你就一句话 记住一句话啊 大哥 这是啥玩意呢 美食 大哥只能得告你 没事 尝尝吧 免费尝 你这口音有点不对呀 多东北呀 哎不笑的 啊 好色不辣 大哥先生 你尝尝吧 哎 尝完好吃 你也别不好意思 不买 没事 啊 下一家继续尝 下一家继续尝 这条街走完之后 你是不是就吃饱了 省不省钱 但是有一点 我做是这些吃醋 听说那开朗斯莱斯 大哥免费 给那个小薯豆 跑逼逼 嗯 完了之后怕赢 那还怕 那家伙都夹成苏打底了 那小洞边 那可不 还穿大花 安大车贴的 我跟你说啊 你等我回去 你不接我的 天天减肥也没见你瘦啊 嗯 我断练是为了生理健康 不是为了瘦 就像你天天上班 不也是为了打发时间吗 咋的你赚着钱了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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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好看哈 哎你其实也不怕啊 就是脸有点大 杀 哎呀 妈 咋的肉长胸 任何屁股 上就叫丰满 啊长脸上长胳膊上就不行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地域骑士 自己婚人是毛 还老嫌弃别人是猴 真的是 自己拿着胖裂问了 还嫌弃别人有人尘文呢 先找信 哎呀你还真别瞧不起我啊 我马上说给你看 一个人连自己的体重都控不知了 那我还算什么男人 没有你能控制啊 你看你想胖就胖 想再胖还能再胖点 对不 好不容易爬到食物链的顶端呢 咱可不能减肥呀 啊不减 说得对 那我最近说你没看出来吗 你那肉就像到大海里的水 实在多一瓢少一瓢 能看出啥呀 哎呦你妈 你是不是这样的管住嘴 卖开腿 那不就锻炼身体吗 不对 管住嘴 就是别让别人说你胖 那卖开腿呢 他再说你就催他 嘿嘿嘿嘿嘿 我过今天三期少女节 为啥今天是少女节啊 因为有一日之差呀 情人节之后就是三八妇女节了 说明啥 啥呀 说明是情人节之后 你就变成少妇了呀 啥 然后呢之后是啥节 呃 那不是四月一号与任节吗 对呀 就是意思就是你成为少妇之后 哎呀你才发现你自己上当了 之后就是五一劳动节 啥意思 就是说明上当了 已经忘了 你还得当牛做吗 哈哈 五一劳动节之后 啥节 二童节 啊那意思 不管劳动还要生小孩啊 你看啥子都明白了 你这又缝瞎又打着的 你咋的啦 又到啥事了 哎 我想买个二手车 你不认识那个 卖二手车的吗 你给我找找人 看能不能便宜点 干啥时候吃的 老弟有时候吧 有些事不要找手人 找手人反倒麻烦 为什么呀 你就像我去年搬家 我去年搬家的时候本来不行找搬家公司嘛 我身边朋友都说的 说这些都有车 你找啥搬家公司 我以前搬家公司的五百来块钱呢 拉到我这少省了 但他们搬家也不专业吧 把我的沙发给挂了 那都带到无所谓的 然后完事的时候 我先请大家吃个饭吧 把人花了一千二倍协三 之后我就越洗越不越劲 你说本来五百块钱就能搞定的事 请吃饭又休沙发 都花一千多呀你说 这还到达了 那可不不 完了过不长时间呢 其中就有俩朋友问我借钱 一个说要结婚 一个说在那个父母住院来 我跟你说还不清的人情债 你就品气不认识 那是啊 这还没法说 那呗 我跟你说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尽量就别大人精神的 免费东西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老弟 免费东西的罪贵 有道理 那可不咋的 要不我再看看吧 哎 不行我买个摩托车吧 哎 我还行 那买摩托车好 还能兼职当妻子啥的 那 那你送我个头盔呗 我送你个头盔 多钱呢 四千二 二千二 你的脑瓜都不值一个头盔钱 我给你随个帽子吧 哎 这帽子挺好看的 嗯 这马上到夏天了 我刚从德国上买的那个 free rabbit的棒球帽 还有我这个同款的 梅花流苏的这个发展 冬可精致了 现在趁着旅玩 也有活动 你买一个搭配小裙子啥的 平时不挺好的吗 真不错 咱买的 上德国 至好先点我平时 还能抽那千元 门槛优券呢 那这帽子我可收着了啊 嗯 当时还得买个头盔 未来啊 不都说骑自行车都要戴安全头盔了吗 安全性啊 啊 是得戴 那这么大岁数的还骑自行车 还骑电动车 戴着头盔 别让别人扔出来 啊 你这又风枪又打着的 你咋的了 又到啥事了 啥 又啥事啊 我这叫静心 哎呦 你可别走火入魔咯 你别在我旁边逼 我就不能走火入魔 哎 先生啊 问你个事 嗯 就前两天 不是一起吃饭那个女的 就是那个大波 浪 1米72开马沙拉的那个 不手啥的 不干啥 我不就觉得他人挺好的吗 伤光还挺正 嗯 嗯 第一回见面 你就能看出一个三观正的呢 你是看着一个五观正不 啊 你咋还看出我对他一见钟情的 一见钟情 见色奇 撞合一下呗 我少分到好几年呢 呃 本来不止杰色呀 还谋财呀 我认为那人找对象 要不找一个 势军力敌们当户队的 要不找一个中兴跟我们赏薰月墓的 你那大嘴一翻了 下面又报胎了是的 哎呦 你怎么想到你呢 可是电视上演的富婆不都喜欢我这样的傻小子吗 你买了电视里还演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呢 那怎么的感情那个上流社会的人都抱着优秀的办理不着都下级层受温暖呢 你咋还看起霸道总裁了 相亲牛马看的太多了 看着看看那个霸道总裁电视剧啥的找回一点对男人的这个信心 那也不用换个新电视呀 以前的电视太小了 影响我沉浸时追剧了 现在这个是创为电视 A5D 可是百机分区可香了 啥意思 普通的夜景电视吧 是一体式空光 而百机以上分区的电视呢 每个分区都是独立的空光 就算我家霸总在深夜里边暗自身上 我也呢 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呢 一般四五千的这个电视呢 峰值亮度就四五百 他以前 再加上这个哈曼的调音 就好像霸总在我身边说话一样 我身临其境 懂我 说正经的 把他微信推给我 推你干好呀 哎你知道吗 人家前任开比利 帮他自己开马沙拉地 你呢 我自不量力 哎呀你还知道啊 我看你啃老的时候牙口挺好的 咋最近牙包使了 想吃晚饭了 啥话嘛 他阻碍我阻碍这不也挺好吗 弟弟 人就算找道长门 是不是也得看颜值 咱说咋这脸 长得像那个A5D防炫光屏 白天看的是真真灵 网上逼了灯 他也不刺眼 就是总能稳稳地瞅到我 把这动物园搬迁 那时候把你一落民间了 抬头抬头闻 哎低头爽下吧 脸大也就无所谓了 还啃啃娃娃 像那个月球表面似的 行了行了行了 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这样 你本来行的啥呢 我行的这几年这么不好 会不会惊危急啊 哎呦我天呐 挣着卖白色的钱 操着卖白粉的心呢 你那欠一定的债 你别说今年了 你年年你都是危急 啊 你想着就没有用的了 跟你没关系啊 哎你说同样的年纪 你看你高中那个通主 你看隐混的 你瞅你 姐你可告我 做人不要害攀比啊 我是告你不要攀比 但我没告你不求上进 你知道吧 你这样的你说以后谁能跟你 我咋的了 那人口衣服满好安 再有钱上洗衣动心不一样啊 妈呀那可不一样 人家有钱人的脚后跟 都比你的脸细分 都知道 人家没有衣服的装饰 人家皮肤也好 那百年之后化成灰 总一样的吧 你是不是跟我俩抬杠 能一样吗 百年之后化成灰了 人家都使那个 紫金毯木的骨灰盒 你就使你们家的烟灰盖 要不算这钢 人家这个 零钱都几十万一瓶 你连一万一瓶的房子 你都买不起呢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了 人吧 必须得优秀 你知道吧 你小时候 学医不好 是吧 跟你班的学医委员干一天了 他欺负你 老师反倒把你给骂了 然后你哭着回来跟我说 那事你还记得不 那时候你就明白了道理 你自身优秀 全世界才会对你善良 老弟 你一个月三千五百块钱 你连个对象你都没有 你买iPhone14有啥意义 给谁打 我想换个iPhone14 Pro Max 是灭霸子ETB 小弟 上学时候公式要这么长的话 你肯定都记不住 一夜之间 我的iPhone5都低人久等了 我怎么能不买 你给我个不买iPhone14的理由 你没腰子的 再一个老弟 那4吧 他不不吉利吗 你不平时挺迷信的吗 你总算啥的 一个月三千五百块钱的选手 真的是 买个纯棉的裤衩子都得分齐 一得主 那家后哪来的底细 你还要换iPhone14呢 我看就你用手机都多余 就以你的经济实力啊 你可以考虑换个座椅 不是你能不买掉我吗 哎 你就这么得奔 我不是换14了吗 我把13给你 呵呵呵 你真好 你用13 我用14 咱俩一三一四 哎呦我去了 真的松手了我的妈 好看吗 好看 好看你就再看一会吧 你不该是给我买吗 给你买的他不一定爱你 但是愿意花时间陪你看呢 他一定很爱你 时间多宝贵呀 再看一会吧 亲爱的你说我就喜欢你哪一点 哪一点 我就喜欢你啥也没有 还能做 思路还得这么清晰 诬识 收效 你看朋友圈呗 啊咋的呢 全靃砰卖色彩 整个发朋友圈啊 一顿剧院犹 那你还不让人发 fame 团圈呗 那斯多万 迫事我咋也给你发了呢 那 不是你 你都没有十多万块钱 你为啥觉得你那些nd 呢 哎呦 不是我早就那中ной了 我跟你说 别说话了 我就发现老有你这么一批人 自己啥也不是 也不知道哪来的优越感 瞧不起别人 你承认别人优秀有那么难吗 别总说什么 我认识他 他不怎么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识别三十日还平常 逛不相看的 你这个人这三年 掉哪个坑里掉哪个洞里 捡了什么武功秘籍 练就了盖世武功孤独求败 金光乍现皇下 你的卡子兰大眼睛 大孩呀 休闲呢 我是告诉你 这种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着 我也没说啥呀 不是你这 你要是没意思 你去看直播去吧 行不行 你没发现我不打愿意跟你捞课吗 哈哈哈哈 打我机你拿我家里的 不知道我大救子吧 我爸抽烟吗 啊 那就我拿回来的呗 你拿回来的 你含含糊糊的 你就直说就完了呗 含糊啥呀 我我听我大姑说的 你上KTV花9000多 你干啥了 你给人电视咋了 没有啊 就喝酒来的 喝啥酒啊 花9000多 开路易十三了 没有啊 我们好几个人呢 喝的白威 几个人啊 仨吗 仨人喝百威 能花9000多块钱啊 那是喝了还是泡澡了 哎呀那还有吃的啥的 果盘 果盘啥的全老贵了 啥果盘那么贵啊 那果盘那里边有的吗 我们娘的攀桃啊 啥果盘啊 那还有小时啥的小时 啥小时啊 鸡米花啥啥的 鸡米花 啥鸡啊 半夜打明那种吧 不是结了 一天吧 你们整点正能量 一天得了八搜的 我都给我那朋友打电话了 你们啥就点了两香啤酒 那小时啥的 都是套啥里带的 那钱咋花 你自己心里有数啊 一天得了八搜的 两耳旧闻窗外事 从来不读圣贤书 不知道什么五搜会打虎 只知道黑丝带字母 你这样你还找对象 你能谁好人都跟你 闭嘴 烦情 闭嘴 哎 哎 哎 我不理解一件事 就是你说我朋友圈 这些年纪轻轻就开好车 有带名表的朋友们 他们是哪来的钱呢 那一个个可立志了 你看 二十四岁七一八 这还有个二十四岁 啪拿没了 你也行吗 你二十四岁能吃能了 还能被窝里方便 碰碰米花 你奋斗啊 你天天躺着 不拼不拼人生白虎 家里扎的就白虎了 没心没肺 就长得多费 那咋拼不拼呀 我这才说 干啥都有风险 哪人的撑死点 饿死点小的 光票来光票走的 你怕啥呀 拼一拼单说变摩托 赌一赌 摩托变路虎 我不也赌吗 赌 不是大牌那个赌 不知天黑和天亮 天天就说打麻将 排品进入上海 八瓦都不辣 不是 你那啥你不说你理财呢 你理明白了 你学明白了 上课了 那我学的可多了 那我问问你 怎么把五万变成十五万呢 碰 二十万就杠子 这几点了还睡呢 太阳都收定了 起来了 这一个人能睡这么起劲 咋的了 说喝多了 上夜店呢 你不给我发的消息吗 谁接你回来的 你不不爱去那地方吗 我不没去的吗 我行我尝试尝试吧 我就投回去 妈小弟我九点半我就去 你去那找干啥呀 人家都十一点才开场呢 不明白呀 咱也呀 我行像酒吧 是得九点半就开场了吧 我行我还去吧 你刚刚没做了呢 还不还 还啥呀 我像上那把战军子一起了 我也我也整个明白呀 哎 旁边还有放炮中的呢 啥炮的 那就梨花 那就梨炮啥 不是 梨花是彩色的 它那是白色的 哎妈吓我一跳 我行的是起零的呢 还上去酒 你可别说了 我不是跑炮的 那是跑炮的 哎呀你可别 眼睛办是搞气氛用的 那个叫梨炮 你这玩意啥也不知道 前面那组啊 还有个大爷 得像你大舅的岁数的 领个韩式般永久 把那家啃的 那我三十下 还吃猪头肉 我没向他啃那么小 他好像刚婚俗 他好像没吃过 还得有钱小弟 有钱别说你四十 你就五十都有人锁着你 妈呀啥玩意就锁了 你就是太夸张了 夸张 妈那哪里长得 字牙赖口的真的 我行的当务员 那个大行星出来了呢 当务员 那小姑娘啊 真的 那小姑娘要不加 干屁活都不再弄 哎呀你这人家 你可起来嘛 你话那么多 你乱起来 走走走了 嘿嘿嘿嘿 翻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